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大家好啊,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和感受。 前段时间,周深在某个综艺节目中翻唱了《五月听的突然好想你》,我觉得周深真的是对这首歌下手太狠了,他的开口瞬间,就直接秒杀了原唱,把这个一经典的神曲演绎出了全新的风格,真的是令人惊叹。 现场的观众们和台下的大开们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,当时大家的反应简直不能更经典了,周深这位小哥哥,用他那动听的嗓音,把这首歌演绎得非常的完美,他的高音发挥也特别到位,真的是令人陶醉。 总之,我觉得周深这位新生代歌手真的是太脆了,他的唱功和音乐表现力都非常厉害,相信未来他一定会成为歌坛的一颗闪亮明星,不知道你们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呢,未来他一定会成为歌六月第一天,五月天给娱乐圈上了一课,要说这几天刷屏朋友圈,八榜热搜的,还要数五月天演唱会。 而这也是疫情后鸟巢迎来的首场开场,压抑了太久的夏夜终于在音乐的催化下重回躁动。 两周双主题六场演出,每场汇聚近十万人次,尽管阵容如此之大,仍旧一票难求,大批没抢到票的粉丝齐聚场外,会场里盘旋着万人合唱,会场外上千歌迷也和这从那场传来的模糊音乐声放声嘶吼着, 似乎,每个人都要把这属于青春的印记唠得再深刻,于是,又一夜万人空想。 如此感召力,五月天究竟有什么魔力? 是最普通的我们,曾有人说五月天就像一群乖乖学长,永远会安安静静地站在前方最耀眼的地方向我们发出同行的邀请。 这并不准确,五月天得以在这么多人的青春里占有一席之地,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要像那个平凡普通的我,天资平平,成绩一般,无数次不被看好,也无数次遭到质疑打压。 将来不会有出息,是我们听到过最多的评价。 在阿信出生以前,家里的唱片型就倒闭了,遗留下的旧唱片陪伴了他整个童年。 阿信觉得音乐比课本有趣多了,就报名了学校的合唱团,可没唱两个音,就被老师叫停刷掉了。 从那以后,母亲也不再放任他玩音乐,只让他专心学习。 在吉他社,阿信遇见了怪兽。 怪兽的父亲是名律师,一心希望儿子能继承一波。 怪兽也争气,成绩一向很好。 听怪兽聊起参加吉他社,父亲也很支持,觉得儿子有个兴趣爱好是件好事。 可后来,怪兽旨意要把乐队当成饭碗,怪兽的父亲有些生气,警告怪兽不要再和阿信他们交朋友。 怪兽只沉默了一小话,回了父亲一句,阿信很有才气,刚加入吉他社那阵子,阿信和怪兽两个人分明还互看不顺眼, 彼此总是会在暗中叫季耳。 后来,机缘巧合两人在一场活动中相熟,聊起音乐也是越来越投机。 索性活动结束那天,直接住到怪兽家,聊了一整个通宵。 高二那年,他俩靠着对音乐的职责和才气,被选中为吉他社新一任负责任。 两个人把社团搞得火热,甚至为了腾出排练场地直接把客桌腿卸掉,惹得训导员直接在广播里通报批评。 社团招星时,他们结识了爱打架的石头和混日子的马莎。 他俩的身上有着一样的不安分,一样的不被看好,更有着一样的痴迷音乐。 几个人当下就觉得彼此相见恨晚,组了乐队以后每晚放了学就约定去到怪兽家里练习。 关上用空心砖和吸衣棉贴好的简楼隔衣门,再找上几个破布条把门缝塞上,这七平米不到的小卧室就成了他们最好的舞台。 从午夜练到天明,直到有人说不行了,再不上学就要被退学才样样结束。 临近期末,尽管怪兽很努力地帮忙补课,阿信的数学还是只考了五分。 这也意味着阿信要留级当马莎,石头的年级重读高二。 他把成绩单带回家,母亲看了一眼就转身去意识抹起了眼泪。 你要想好了,祖乐团这条路像捡垃圾一样,如果你继续玩乐队,只能当乞丐,那些少年心性他们全都拥有,所以格外懂得, 也正是靠着这种憨戒儿,他们顶住了所有人的不理解,喘了出去。 或许在对五月天浓烈的爱里,有一部分源于从他们身上的看到的年少的我们。 只是那时的他们,比我们多了一份不可及的勇敢。 是更勇敢的我们,在阿信还是孩子时期,就爱想一些伟大的问题,比如怎样去改变世界。 彼时的五月天还只是没有名气的学生乐队,没有舞台,也没有观众。 那时的他们能接到最好的演出,就是为一家炸鸡店做暖场表演。 没有出场费,只有炸鸡作为报酬,还被要求,边演唱边吃炸鸡。 可他们不介意,只要台下有人愿意听就是好的。 有时去酒吧助唱遇到恶劣天气,连一个听众也没了,他们还是会唱完整场。 少年心性就是如此,就算是泼天大雨也焦不灭星火。 没有观众又如何,对于他们来说放学的屋顶都是万人广场,又何况这聚光灯下的方寸舞台。 他们总是如此,在面对热爱的音乐面前,会更执着一些。 而且,李宗盛从垃圾桶剪出了唱片,听完小样金菊少年们的才气,于是立刻按照遗留的电话打了过去。 你好,我是李宗盛,可少年们没信,李宗盛,我还罗大佑呢? 还好李宗盛没放弃,电话再次被拨通。 在伯乐的提携下,少年们从此踏步迈进属于他们的时代。 后来这首歌被收录在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中。 这一年,阿信24岁,这是他们的知乎者也。 1999年,五月天在台北举办了第一场万人演唱会,这是五月天举办的第168场,此前的167场加起来也不过两万人。 所有人心里都有些打鼓,怕没人来听,也怕第一场演出就惨淡收场。 家长们也跟着着急,在淡江大学卖路为的马沙妈妈边工作边帮他们做宣传, 寿妈叫上了能叫的所有亲戚邻居,阿信的母亲更是直接号召了上百号人去体育场给孩子们撑场子。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,当天来的人几乎要把会场挤爆。 我们真的一起做到了,台下的歌迷给了他们最大的底气, 他们的表现让原先并不看好约队的父母也转变了态度。 但名气的大噪,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波动。 也许对抗质疑,他们还要再拿出些态度。 2000年初,人们对于摇滚的印象上停留在小众叛逆, 而五月天太够正向,潘伯的生命力完全为和摇滚的癫狂。 五月天进军内地的第一场演出定在北京三里屯的无名高地, 那儿的现场经常聚集着一群摇滚老怕儿。 后来,五月天击败了黑豹乐队, 花儿乐队获得音乐风云榜最佳摇滚乐队大奖时, 还有乐评人跳出来说这是中国摇滚的耻辱日。 这一次,在面对这些伪摇滚的骂骂声, 他们多了很多的坚定,上一个时代摇滚讲的是对抗, 而这个时代我们觉得需要强调的是去改变世界。 在对抗之后,我们要把世界变得美好, 如果以前的摇滚是对世界的颠覆, 那五月天就是对颠覆的再颠覆, 朝气,以狂妄,谁又能定义摇滚呢? 五个人撑起手臂,抵抗着流言蜚语, 也努力地把所有的不真诚抵挡在纯粹音乐之外。 当少年们回头望,那些从不曾改变的曲风, 就是他们向世界的宣告。 或许,我们爱的,正是这满腔孤有。 后青春期的诗,2008年, 专辑后青春期的诗发售及授庆, 宣传当口, 五月天在鲁鱼有约的节目里被问到下一场演唱会的举办地, 台下的歌迷大喊鸟巢。 阿信满脸地不敢相信,鸟巢可以唱嘛, 那个时候,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四年后的自己会踏上鸟巢, 成为首个在鸟巢开唱的华人乐团。 今年五月天在登鸟巢, 转眼已过了七年。 尽管有人成了家, 有人发了福, 可少年感仍是网友评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。 真的很难相信, 这个词是大家用来形容这个平均年龄已经奔武的团队的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 敬请关注哦! 请关注哦!